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本的养发问题 提到出本说你看我这两颗滴水观音还有救吗 先给这个花肉解决问题是有救 再一个给大家科普一点点小事情 叫滴水观音它上面会分泌液体 就像小露珠一样会滴下来 这个东西是有毒性的 早些年的时候我们老家附近是有小孩 误食过很多这个东西然后去医院的 大家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所以说尽量不要去喝 家里边有小孩的话稍微注意 观赏的话是没问题的 它不会散发有毒的气体 是很好看的一个植物 另外呢就这个花油 我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换个稍微大一点点 透气性比较好的花盆 用点沙土或者是掺点椰康之类的 稍微透气一点 浇水不要太多 它耐酣性很好 它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横着重 你这么重也当然也是可以活 也会活得很好 横着重理想状态会更佳 明白吗 就是你第二颗不发芽的那个 可以考虑这样子 好吧 不喜欢很多的水 它怕烂根 别的没啥 不要暴晒就好 下个做包 有个金丝掉蝴蝶梅 一直掉叶子掉果 是咋回事 这个花盆太小了 这位花油 建议您换一个稍大一号的花盆 你像有的时候 花油们理解不了 老花油你不是说小盆养花吗 是的 小盆养花 长到一定挺重夺 还是要换大盆的 要不然根系就没地方长了 所以说我们养花的呢 就是不断的换盆 它由小变大 循序渐进 不是说一步换个大盆 这位花油就可以换一个稍大一号的盆了 下个做包说 吊叶子 叶子干枯 放着硫酸亚铁 叶面肥 硫酸亚铁不是肥料 懂我意思吗 就是咱们人也吃硫酸亚铁 就是在缺铁的时候会吃 它不能当饭吃 它只是补充单一的微量元素 到了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它吊叶子也好 叶子黄也好 你用硫酸亚铁是没用的 理解 我大就是平息 你给它吃硫酸亚铁 给它吃铁片没用 你懂吗 要补充营养 铁片是稍微给点就行 叶子干枯 这个是小叶子坛 也就是黑骨茶 黑骨茶 大家都称之为小叶子坛 这个呢就缺光 你要放到室外的话 不治而遇 会长得很好 好吧 另外就是水大缺光通通畅 别的没事 下个周宝说 我想问一下 养的双杆确色黄羊 那杆死了 左边那一杆 杆了 右边那一杆活好好的 养就行了 别的没啥呀 它很正常是吧 我大舅子生了双胞胎 不能这么说 太击毁人了 没别的意思 就别让那根尬了 好多话说 你大舅子怎么得罪你呢 没有大舅子 下个日报说 左边两个头没叶子 怎么这了那了的 那两个头没叶子 尬了呀 给剪掉啊 你玩盆景也不施肥的吗 这位花友 枕上粪肥 猪粪那些 哗糊上去 好吧 你像那个 没有了就没有了 这个就缺肥啊 另外一个是不是你开吹的时候没捡过呀 也没换过盆啊 养了好多年了呀 盆景我给出的一个建议是 一到两年要重新翻盆 修根换土 修剪 修剪完以后像这个季节就是施肥的时候啊 还得稍微该用点药用点药啊 别的没啥呀 这就缺肥啊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缺肥以后他抵抗力变差 抵抗力变差就会得个病 其实说白了这个还是由缺肥导致的病害 那个长出来不太现实了 但是他根部会再长小的起来 养盆景就这样 下个周宝啊 桂花树叶子不长 新叶不长土不行啊 还怎么的呀 需要光照需要光照需要光照 盆子太大 水大缩光通通差明白吗 你这东西你要种地上不治而遇 就你这个盆一个是排水透气性很差 没有吗 他不爱长根不爱长根他就不长叶吧 你这样没光照 他肯定就长得不好啊 他跟你这个兰花不一样 你这个环境很适合养兰花 但是养桂花就差点意思了 明白了吗 怎么解决 解决的话就是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花盆垫高一点 有条件的话 可以换一个排水透气性好一点的花盆 口稍微广一点的 尽量的给足光照 别的没啥 要不做就点赞 千万问题的臭宝 那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意 白了臭宝